来自科索波贾科威的这6名15到17岁的年轻人 就是小小社区的爱迪生 他们日前参与一个非政府组织挑战 6人突发奇想 在资源有限情况下以电池取代汽油 经过多个月努力 竟然成功将一辆原本使用汽油的雷诺Twinkel轿车 彻底改装成电子车 这群学省主要是将引擎拆出来 安装上可重复充电的电池作为发电力 不过问题来了 由于大家都还没到可以考取驾照的年龄 因此即使成品出来了 也没有人可以试驾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有很多问题 但我们在两个阶段分析了 在第一阶段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 我们学习了很多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我们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我们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所有的东西 在第二阶段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所有的东西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所有的问题 但与团队务 与努力 与努力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 我们在车里面准备了 这一辆电子车 平均时速是70公里 最高则可以去到120公里 目前充电时间是三小时 这对于繁忙现代人 确实有点长 因此年轻发明家期许 日后改善到每次充电 只要一小时 这新颖又环保高节能的发明 立即激起社区居民 强烈兴趣 其实六名小爱迪生 早前参加非政府组织 Boneway的挑战 才会发明出电子车 Boneway主要提供 课程训练和平台 让年轻人可以学习新技能 同时一展锁长 而最新成品电子车 就是这个非政府组织 目前最大的硕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